什么时候可以上班 儿子 你去哪儿了 老爸 我去垃圾堆旁边 给你捡了个老婆 还给你做保姆 每天给我800餐费 住80平米的卧室 月薪给我拿8万 我真是来上班的 还是来度洽的 你是来享福到 来 背上 向少爷您好 我是新来的金钥匙管家 云云 毕业于荷兰管家学院 哇 厉害 这是我未来的妈妈 姜世姬 那什么 你绘画课要迟到了 赶紧走吧 别以为小少爷看上你了 就能高攀总裁了 总裁今天就要回国了 听说他长得帅 学历高 可以说跟我是天生一对 有我在 还轮不到你这种 没绅士 没学历的保姆 姐妈 你是不是编视剧看多了 这入戏还挺深 这这眼镜不咋的 有点像我奶 奶奶 竟然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要你好看 总裁 给我来吧 出国这几天 小少爷怎么样 少爷可喜欢那个僵尸器了 还顾他当了贴身保姆 僵尸器 哎呦 腰扭了 你回去休息 我自己开车回去 谢谢总裁 呀 总裁 总裁呢 怎么就你一个司机 你去 我是新来的管家 你给我汇报一下 总裁接下来的行程 总裁的私人行程 你有资格知道吗 你一个月几千块钱的臭司机 敢质疑我 小心我扣你工资啊 就往旁边上去 你长眼啊 你扫地你扫我干什么啊 我扫的就是你这个垃圾啊 都是打工人 凭什么你要仗势欺人呢 敢替别人出头 我看你是工作太闲了吧 既然这样 那今天的晚餐 你俩准备也不多 预算三百 三百 你要做出三万的效果 你真是故意刁难我 做不到 可以收拾东西走人呢 我江十七最讨厌鸡酱 不就做菜呢 我接了 嗯哼 菜太贵了 这三百块钱都卖个啥呀 等我一下 喂 帮我办件事 来瞧一瞧 大家看一看了啊 今日刚到的海鲜 全场零点一折 跳会了啊 什么 奥龙三块一个 梭子仙三毛一斤 马六抢 猜都写完了 接下来需要我干嘛 我需要你 你这堪比五星大厨啊 可恶还真让他做成了 太有烫了 烫烫 没事吧 出发 正好一块儿滚蛋 累死我了 这几天这油烟给我脸都熏干不了 还好我有函数 有些人妄想用几瓶护肤品就能嫁入豪门 还真是天真啊 谁说女人护肤就是为了取悦男人呢 还有这个函数可是现在当同的国货大牌 有二十年的科研基础 这个函数红完腰里面就有他们专严的繁碳 可以多为红布抗补 还上过了不起的中国成分 很多明星和博主都在用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那就别出来丢人显音咯 哪个丢人显音啊 十七姐姐 饭做好了吗 好啊 让我看看都有什么 走 怎么会这样啊 江十七 小少爷对你那么好 你却做这些发烂发臭的东西给他吃 你居心何在 这菜不是我的 是你动了手脚 你自己做错的事情还敢污蔑领导 来人把他赶出去 你凭什么赶走 小保姆 穷司机才一天就勾得上了 我告诉你凭什么 我是管家 这个家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爸爸你回来了 爸 爸爸 小宝 你是总裁啊 这个家 我说什么才是什么 你不是荷兰管家学院毕业的 那我就用荷兰话告诉你 一奔红死拉本 我帮你翻译一下子啊 娘 白赶来 你是总裁